来 殿下 明马故去照怎么样吧 你很在意他 我说过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是北利皇子 曾经试图利用你 来刺杀本王 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娘 而且他跟北利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你不会有威胁的 威胁 他配吗 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 把他杀了 你说什么 他三番四次挑衅本王 本王为何不能把他杀了 难道你对他的感情比对我还要深 是 殿下第一次见我就要杀了我 是顾七少救的我 太后止婚 你也不想娶我 害得我被所有人嘲笑 百里名下来了京城 你就对我不理不睬 是顾七少安慰我 殿下总是凶我 顾七少就对我时刻好 我对他的情谊当然比你深 你是我的女人 心里却想了别的男人 他对你好 他安慰你 你知不知道 廉耻两个字怎么写啊 我不知廉耻 龙非夜 你可以控制所有事情 但你控制不了我的心 我控制不了你的心 但我可以控制你的人 从今往后 你不准踏出梅海半步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凭我是你的夫君 我现在想清楚了 这些儿女情商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要去完成我的宏图大业 我现在就回京 你给我在这儿待着吧 你告诉我顾七少在哪儿 我把他杀了 岂是荒野 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 想的招数一个都没有用上 对了 你还想着想着想着想的 你侯犯出我的宏图大业 那就是我 我的宏图大业 我看起来 这不久 到底是你 我看起来 就大家有点 这就是我目的 你看起来 我看起来 还有五天 就要去摘其毒草了 殿下 莫菲娘娘 殿下并没有杀苦其手 她只不过受了一些小伤 况且现在还有蛛鱼姑娘在照顾着 娘娘不必多虑 我知道 殿下不是那种人 娘娘 殿下马上就要启程回京了 属下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虽然 她对顾七少的一些行为有些误会 但以属下对她多年的了解 她只不过是一时生气罢了 如果可以的话 你能不能主动去找一下殿下 跟她求个情 道个歉 说不定 殿下就释怀了 殿下现在在哪儿 我带你去 殿下 你还来干什么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 我可以道歉 误会 我亲眼所见 能有什么误会 殿下我说最后一遍 我跟七少只是朋友 你对朋友的定义 还真够广泛的 看来在家中 从来没学习过要守辅导 你这话什么意思 本来我想给你留下颜面 既然你问了 那我就告诉你 不知廉耻 不守妇道 谁兴阳化 卢飞翼 你把我当什么了 韩芸汐 我告诉你 日后我要是问顶九五之罪 你出身那么低级 凭什么站在我身边 你不是挂点那个顾七少吗 这样也好 以后请你滚出我的视线 就当我们从来不曾相识 我说话算数 梅海送给你 从今往后 我不会再踏入梅海半步 我不稀罕 一枉子军不必击 净的来生在续遇 斩去往不流行 等如心仰静不活体 一枉回向渡火唤 兴唐青军一匹 等于心心 你救了芸汐的命 我便饶你两次 芸汐是我的王妃 你要再离她那么紧 我一定杀了 好一个是你的王妃 那你舍得 她为了你死吗 我怎么会让芸汐为我死 你说什么呢 王妃爷 我今天把你引到这里来 就是想告诉你 毒丫头所谓的 能解你身上的毒 需要三种毒药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药 是心头血 是毒丫头的心头血 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 她想让你活下来 自己去死 这又是你挑拨我和芸汐 关系的奸计吗 没想到 秦王这么自欺欺人 你是不敢面对什么 还是怕自己知道了事实 还是为了活命 让毒丫头取了自己的心头血 为你解毒 自欺欺人地活下来 你闭嘴 你让我闭嘴 那你就杀了我 正好 我可以去陪毒丫头 做一对同命鸳鸯 你杀呀 我警告你 你让毒丫头死了这份心 要不然 她会为你死的 她会为你死的 understandable 芸汐 对不起 原谅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算不要这江山 我也不可能不要你 你是我的女人 心里却想着别的男人 她对你好 她安慰你 你知不知道连扯两个字怎么写啊 日后我要是问定九五之存 你出身那么低潔 凭什么站在我身边 你不是挂念那个顾七少王 这样也好 以后请你滚出我的视线 就当我们从来不曾相识 你把这封书信送去南疆 这封书信送去百里将军那里 百里 是 天徽帝那边已成功研制了毒蛊人 我们必须马上集结军队 攻打西京 如果这么拖下去的话 他会制造出更多毒蛊人 局面会难以控制 哥 你放心 军下 粮草都已准备就绪 只要你一声令下 马上就可以出发 殿下 二公子 王妃娘娘 现在住在顾太医家 知道了 喂 他们俩怎么了 还不快去 我现在就去 南疆百里将军 南疆百里将军 南疆百里将军